想不到吧 我的聲音累咯 嘿喲 大家好 我是心音姐姐 那當我們的就是用嗓過度 聲音開始覺得非常的疲累的時候 我們到底怎麼樣可以讓它 在更短時間內恢復過來呢 今天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咯 Let's go 當我們嗓音疲乏的時候 都是跟高音脫不了關係 就打個比方說 你剛剛去看演唱會啦 還是你去狂歡的 你去party了 然後你尖叫 不是很高音嗎 就持續的一直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下 又或者是你剛剛有一場表演啦 然後非常興奮的 喊太久了 然後唱太久了 這樣子下來就比較容易 會傷到你的聲帶 所以當你的那個嗓音 開始疲累的時候呢 通常第一步我會做的就是 我會發出很舒服的低音 因為很多時候呢 尤其是當我們非常興奮 就是亂尖叫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就忘記用正確的技巧 所以就變成你有點提嗓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 就發出低音 讓它在一個比較中立的狀態 然後很舒服的這個震動 然後另外一個我發現 非常有用的呢 就是要喝很多的水 補充水分非常的重要 生帶覺得很累的時候呢 也是因為你開始缺水了 所以我也會開始就是盡量喝多一點開水 我覺得我甚至會就是可能開這些加濕器 這樣子也會讓我的喉頭啦 還是就鼻腔啦 都會感到比較舒服 我甚至會放一些就精油 讓自己覺得比較放鬆一點 Yeah 這樣也不錯喔 鹽水漱口又或者是溫水 都是不錯的 最後呢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話 盡量就不說話 讓你的生帶有機會可以休息 那盡量呢 就如果真的必須得要說話的話 我們就盡量小聲 就讓你的生帶呢 至少休息8到10個小時 早一點休息 早一點睡 對我覺得隔天早上起來應該就 嗯 煥然一新 對 以上就是我的小秘密 只要感到生帶有點疲累了 我就會做以上的這些事情 那當你們感到你們的聲音疲累的時候 你們一般都會做些什麼呢 記得留言跟我分享喔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幫我們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也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Sin姐姐 所以我們下週五見好不好 下個星期五晚上九點 我們不見不散拜拜